國際特社組織說,聚里亞安全部隊上個月 在靠近黎巴嫩邊界的小鎮採取軍事行動 造成平民傷亡,並且可能犯有反人類罪 國際特社組織星期三在倫敦發表報告 指責聚里亞安全部隊在泰勒、海萊克包圍幾十名男性 毆打當中大部分人 國際特社組織引述目擊者消息說 有至少9個人在被扣押期間死亡 該組織的報告說,這種事件是廣泛並且有系統地攻擊平民的其中一次事件 構成反人類罪 該組織呼籲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將聚里亞的情況交由國際刑事法庭處理 聚里亞政府軍星期二對中部城市哈馬 向平民開槍造成至少11人喪生